055大区10号舰保定舰已经下水 预计将在2026年初服役 目前055大区的数量已经来到了12艘 其中8艘服役 2艘下水 2艘建造中 不得不说 虽然055很强大 但咱们仍是小步快跑稳扎稳打 并没有很着急的大批量建造 因为驱逐舰这个东西更新换代的太快了 可能昨天还是新舰 结果今天新技术就突破了 然后之前的所有驱逐舰造出来就等于落后 你看美国不就是 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 他们的伯克级驱逐舰像不要钱一样疯狂下水 结果导致美海军现在的驱逐舰出现了技术断舱 因为造舰的量大 相应的造船厂就会增多 那个时候美国的制造业可以说是巅峰时期 但后来美海军发现船造的优点多了 于是断崖式停止伯克级驱逐舰的建造 这就导致原本为其生产零件的下游生产商 以及造船厂没活干了 没活干就没钱 没钱就没办法发工资 也没办法维持设备正常运转 只能倒闭破产 而这些已经倒闭的厂商 再想找回来是很困难的 如果想要这些军用造船厂一直生存下去 要么是政府出资扶持 要么细水长流 保证每年都有军舰订单来维持船厂正常运转 美国是前者 而咱们是后者 美海军之所以造船特别贵 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五角大楼 不能让这些仅存的军用造船厂倒闭 一旦倒闭 他们就彻底失去了造舰能力 只能默默承受高昂的报价 而咱们这些年的造船业愈发壮大 已经成为世界造船业最发达的国家 在这种大环境下 造军舰的技术也随之提高 但即便如此 咱们还是稳扎稳打 并没有像爆发户那样大批量的建造军舰 而是保持有新技术随时可以换上去的状态 歼20和歼16仅差距2000多万美元 为何不全造歼20呢 歼20的造价是1.1亿美元 歼16是8000多万美元 一个是重型五代机 一个是重型四代半 它们之间的价格也就相差不到3000万美元 那为啥不多造点歼20呢 其实歼20的数量真不比歼16少 外界估算截至2002年歼16的数量是240多架 现在应该已经超过300架 而歼20现在也差不多是这个数量 都是三开头的三位数 歼20是空优战斗机 它的空战能力做到了极致 但也正因追求极致的空优 导致歼20其他方面的作战能力为0 歼20的武器只有6枚空空导弹 其中还有两枚是近距离格斗弹 这6枚导弹打完就要返航 它不像F-22 既有外挂点 又有航空机炮 对于空军来说 光有空战能力肯定是不够的 还要兼具对地打击和反舰等能力 很明显 歼20并不能胜任这些任务 于是就有了歼16 歼16被称为炸弹卡车 它的载弹量达到12吨 只比轰6K小了3吨 美国最新型的F-15EX-20战斗机和歼16属于同一类型 不过歼20的载弹量达到了13.2吨 可以携带全套空对空 空对地和空对海的各种打击武器 说实话 从性能上来说 歼20要比歼16强一些 毕竟F-15这款战斗机 美军搞了这么多年 基础很牢 但歼20的进度太慢了 从2019年到现在 五年时间就只生产了两架歼20 等到它大批量装备的时候 估计咱们下一代的重型多用途战机都出来了 其实美空军和美海军一样 都面临着青黄不接的问题 之前的飞机老了 新的飞机又难产 难搞 再次发行 《王子园》 本集会会再次发行